外星文 靈異鬼魅 陰謀奇案 禁區666 歡迎回來Youth Power Radio的節目就是禁區666 這次是第二集 除了有我的大王之外 錄音室還有另外兩位 先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我是阿寬 很久不見 對面那位美女 我想認你的 Hello 我是黎琪 叫美女就認 對面那位女士可能也不認 要先想想 OK了 上次我們說了開堂手傑克 Jet Rapper 不如我們不要說這些翻鬼魅的東西 我們說一些有亞洲風味的東西 即是悶一點的東西 有亞洲風味的文化感覺的東西 就不一定會悶一點 不要這麼崇洋行不行 我想今集的聽眾 即是中國的臘腸未必輸給外國的羊腸 很難說的 在某些女士心目中可能做完 很難說的 即是不可以說什麼 結構永遠都不可以搭臘腸 OK 那這句司法力腸不可以拿去煲飯 這樣說吧 我們今天總之就說一些亞洲風味一點的東西 阿闊雖然我們的聽眾其實都禁入 之前都應該看到youtube和我們網站上面的title 不過你不如循例上說一下 我們今集說些什麼 哇 有點壓力 你這麼快告訴別人 那說得不好就糟糕了 那沒有的 我沒有擺個暗孔title的東西 那也是 我想大家看一看的title都知道 原來今集是想說一些日本神話 為什麼選擇這個題目呢 其實純粹是無聊的 其實我喜歡這個很老實 這個答案真是好 因為有一刻不知為何 不如說一下神話 現在坊間有這麼多神話 我既然有這個 我找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整本都是中文的 又說得這麼詳盡 不如就說這個題目吧 因為神話 你估物論 有些人會相信是真的 有些人會相信是小說 但是其實都是以前很多年前的人 他們的智慧和想像力 所做出來的一些傳說 產物 變成是絕對有參考價值 和研究一下 當然興趣的事情就很過癮 我也明白 因為我也明白 我錄音室裡面 有人經常說 這些東西很悶 遺跡都很悶 一直找資料都睡了幾次了 如果大家輕鬆一點 就當是故事這樣聽一下就算了 因為我和阿闊兩個就找些資料看 就看得很開心 就看得很開心 很過癮 我們今天就會介紹 因為我也明白 其實說到神話這個話題 沒有什麼地方的神話也好 中國也好 北歐也好 希臘也好 總是有很多的典藏 典籍 書籍是可以說這些事情的 所以說得深入和很深奧 是可以的 不過就變相我幾個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聽眾也不知道自己聽了什麼 結果就變得不聽 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打算 輕鬆一下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然後就跟大家講 講故事 分享幾位日本神話裡面的神明的故事 分享幾位家傳戶挑 甚至近年電玩產物都用來做角色的幾位神明 阿闊 那說哪幾位神呢 你不會跟我說和神第一位就是 什麼孫悟空啊 曹操 那也先鋪一下 其實我再看一些資料 發現原來 如果再講回最初的神話 其實是很多的 根本是數不完 所以如果這次入門級的話 不如就抽一些特別的 有極具影響力的 或者代表性的神 說就算了 日本又加傳互曉 甚至乎香港也會有人認識的神 記文過名 如果我再看資料 那不如我們就由 他們日本神士裡面 神世七代當中 那五兄弟姊妹那裡去講 有五對的 五對的兄弟姊妹 對 五對的兄弟姊妹 那不如再講講其中一批 比較出名的神士 因為他們這兩個 是很清楚傳譯 什麼叫生育這個概念 對的 生育 講到尾其實原來神話是假的 你們其實是去分享生育的概念 對 歡迎各位收聽 《禁區六六》 給依惠其看 《禁區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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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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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為什麼最後會加一個名字呢 原來是有意思的 他說名在以前 或者現在可能日本都會流傳的意思 就是說有尊的意思 是對神和貴人的稱呼來的 實際是沒有特別意義的 這個字本身是沒有解釋 但是只不過說出來的時候 是代表你自己對那個人的尊稱 是否所有神都會用這個名字 不是所有 只有個別 所以就看到這對兄妹的地位了 在神話界裏面 沒錯 甚至有些歷史人物 可能戰國時期的武將 他們後世專稱他們有名字在背後 講上事跡之後會有名字 在博物館就看到 通常歷史人物的事跡就會很勵志 很鼓勵性 激勵人心 窮受敵害 這些就是教化你自己的後代國民的作用 所以就有這些專程 你很難會找個嬉皮士去教 兒子 記住做嬉皮士 知道嗎 很難的 現在要講一些披頭顱 灑熱血的東西 沒錯 這兩位神 我們就講一下 依邪娜其名 依邪娜美名 事不宜時 不如我們講一下如何交合這個過程 你是不是跳過一些東西 這兩位神就是奉命奉天神之命 創天創地 創造世界上很多不同的東西 都是由他來的 其實準確一點來說 因為這裏是第五代還是第七代 之前已經創下來了 只不過現在這兩個 他凡顯下一代的方式是比較特別 所以才抽出來說 我們所說的 可能這個方式太特別 我們太喜歡做這件事了 所以很多一摩羅的後代 多數都是由他們來的 所以為何說我們是有原因的 背景我們已經知道了 可以入正題 那就可以入正題 首先講回他們的場所 他們包袱 不是 那個年代以後 我尊重一下神明 是他們結合的過程 他們結合的地方在哪裏 其實是很大的 在哪裏呢 是一個島嶼來的 相信也是日本島嶼最初形成的時候 當他們兩個降臨到這個島嶼上面 其實它島嶼上面 已經有一個非常巨大的柱藏物 已經樹立在這裏了 不是真實的柱藏物 不是真實的柱藏物 是甚麼柱藏物 我想問一下 即是有柱已經在島嶼上面 是否有些慶重 如果很幻想 我會找美女主持是甚麼形象 聽完這集好像形象變壞了 可以說得容易明白 以及不要太多幻想 其實我不幻想 已經說明是柱 早知柱其實稱為國中之柱 就是有些神聖感覺的柱 然後兩位神 就是伊邪娜其命 即是男的位 伊邪娜美命 女的位 就是兩個交合的過程 即是結合的過程 先說不要交合 結合就是結婚 很浪漫的 那些前戲你要說一下 我可以補充一下 他們就很無聊 他們說一天 他哥哥就問他 我妹妹你身體的部份 是怎樣形成的 然後我妹妹就說 我的身體 不是塵塵的去塑造 不過已經完全成長了 不過呢 不知為何那個地方 是凹了下去的 然後呢 他哥哥就說 咦 我都承認了 我的地方是有些東西凸出來的 不如我們嘗試放在一起 原本我就想 砌糖 阿闊 原本我想說完行柱那件事 之後才去說這件事出來 就好像 城市浪漫一點 現在整件事很好笑 不要緊 我們好笑開就繼續好笑下去 話說兩位要結合 不是結婚 我想說交合 不好意思 其實根本就是交合 南美就先唱首歌 對此 我不相信日本神話寫中文 這個肯定都是中國學者 翻譯日本古文出來的 所以他寫得很中國古文 就寫 遇可美少男耳 我用我的謹如知識翻譯 就說 我走出去見個帥哥 然後 伊邪那奇 南美就覺得不可以 為什麼你唱歌才走過來 因為以前神話是古代的日本來 當時我就不相信古代日本 會是工業強國或者商業強國的 一定是農業強國的 換言之 創造神話的人 即是想出來的人 都是在父系社會裡面 農村社會 變成男人的地方很高 即是經常推車農夫 農夫推車 或者用馬車的 可以馬推的 然後 那奇就說 不可以 你女人先去唱歌 是不太老禮 他就聰明了 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現代時用 就是說 這個鏡頭不行 我不要這個 NG 他們兩個就是NG 這麼元氣 NG 兩個人結婚 天地之間都沒有什麼人 你想想想很正常 普通情侶不行 就再來過 就是我 我理所當然 整件事 你也試過不行 評論不評論 我以為沒有興趣知道 個別主持不是有個個別事 其實就是 總之他們兩個是NG 然後又圍著喬柱 然後 今次就是 那奇 即是那鬼唱 他有一句 中文 這個譯回來的就是 如何美笑淚耳 即是 嘩哈哈 一字出來有美淚 這就是 整件事不是很浪漫 很浪漫 一開始之前 首先大家言語挑逗 然後圍著彈跳舞 然後再唱一首歌 然後再唱一首歌 然後出來之後 我這份 我這份 真的要這麼寫 總之那奇 就是把他 最有紅圓感覺的技荒 放進去 那美身上最有癡圓之處 然後他姓氏結合為夫婦 簡單來說就是 洞圓房 哈哈哈哈 是一個結婚儀式來的 洞房 洞房花竹夜 結果這兩位神就結合了 但他們是 本選少爺 他們真的有些東西 但不是神來的 那些什麼 就是 九州四國 和本州八島 這些島嶼 所以整個日本島 就形成了 就是刪了一個島嶼 是啊 就是這樣說 神話 神話是這樣的 我很難幻想 九龍堂的人在 你孫風刀石頭爆出來 整件事原本形容得 很浪漫 很免漫 但是刪了一個島嶼 我很難幻想 九龍堂每晚交陷 突然之間 無故旁多了一個島嶼 你知道大嶼山怎麼來的 就是 阿陳仔和Merry他們 那天晚上一夜 風雨交加 就多了大嶼山 那你走去九州 知不知道九州很微 不知道 那邊拿給你們兩個 一搭就出來了 一進一入就好 聽到是不是他們的嘗試 其實當時的人去嘗試 用一些幻想的角度 去想想他們身處的地方 是怎樣來的 我用他們有限的知識 還有日常生活的事情 去解釋他們看到的事情 如果事實不會有什麼宇宙大爆炸 什麼板塊移動 我應該不會想這些 我可能會想 其實我的地方是怎麼來的 可能之後就是幻想了 會不會有兩位神交合的過程之間產生地方出來 但我真的覺得很搞笑 明明在山的時候 醫生說 見到棵樹了 見到棵樹了 整個長洲靠你了 拜託你會不會再拔多一點出來 誰笑出來 長洲的人就 剪辭大一刻 收草剪草 我們先不要這麼冷靜一點 因為當時人 相信那時候的人不是這麼多道德觀念去想 又不會說什麼 想完這份神話出來 不用過淫審處 他不用過淫審處 說這件事行不行 不用 所以他想出來 成為了他怎樣去想 幻想天地和自己身處的地方怎麼來 當時的人就沒有口飛 去想 只會說我覺得當時幻想出來的人是創意 挺喜歡這些民間創意的 是 民間創意的 還有沒有框框的 麗琪之前經常說 神話很悶 你聽到現在 我都說了十多分鐘 你不覺得突然之間整件事都很有趣 教你把哪些地方放在哪些地方 其實這些不是那麼普通的故事 是要18歲以上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阿富 你那本神話書 而我那本呢 我有沒有買錯書 無論實實 我那本真的是 那個步驟是比較清楚一點的 步驟是比較清楚的 即是挺全面的 你可以在Youth Power Radio的尺度中說出來嗎 我嘗試在你的故事的基礎補充一點點 他說第一次失敗了 他們真的好像以前那樣 不行啊 不如請教一些高位少少的人幫忙 他們真的 打電話問功夫 哈哈哈 真的啊 你不要說笑 他不是打電話 去一個叫高天園的地方 高天園是什麼概念呢 就像西方的天堂 或者你中國的那些 中國的天堂 對啦 對啦 就去見天神 天神就真的 就給他一顆朱古力吃 你一想的 就是用一些神法法術去跟他占卜 然後其實占卜不是朱古力的 多樂凡奸 我們不是說過 做什麼鬼 你說的是西洋神 我們今天說日本神 OK 我懷孕你去說 他想去請教我天神 然後怎麼樣 我幫你占卜 占卜完之後 其實是天神跟他說 你今天適宜行防 哈哈哈 他解釋就是 妹妹你不應該先說 給你哥哥先說 那你就按照我的方法 你回到屋處再做 就可以了 真的打藥物功夫 對啦 所以之後他們兩個 聽了天神的意見之後 才回去那裡 還有他們那些歌 其實都有一些 譯了出來的 就是什麼呢 哎呀你真是一個 英靜的好男子 哈哈哈哈 剛才那句 好像山歌 你這本書譯真的很生動 我本來很古文 哎呀你真是一個美麗的好女子 兩次都是說同樣的說話 哦 只不過是誰說先誰說後解 真的純粹挑逗 是呀 真的無線電視劇 在酒吧裡說 唉英俊你真好美 今晚沒人陪你 那些 真的很搞笑 是啊就是這樣 其實感覺上當時已經幻想出來的神 不是那麼冰青玉潔 高高在上 不像我們中國人的神 是很高高在上 很冰青玉潔的 其實你都不知道怎麼去考究 當然寫書的人一定是知道誰寫 但你不知道他寫的時候想什麼 是 你不知道他的心態很色 還是純粹告訴你 你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身處那個寫書的人 他當時那個年代 他當時那個科技環境 知識範圍 甚至乎 可能他當時那個天文地理 他很多東西不知道 變成他可以幻想說 兩個人拼東西是可以有九州出來的 他這樣解釋 我反而挺喜歡他們 沒有一個框框 不會像現在很禁忌 說性或者什麼 不想說 但他們可以說到這麼老 正如我們今集是放在網台上做 嘗試如果我們放在電台上 收了頭數 我們三個不用拼了 有很多都剪走了 整集剪了剪剩剩兩分鐘 就是開口說嗨那個 變成我聽伊邪娜奇 伊邪娜美的故事 我覺得是頗有趣的 即是你得著很多了 Billy 你得著很多 這個怎樣的朋友 我看到那個獵子 首先要嫁給我心儀的女生 去找柱子走一走一走 一再游 搞不定打電話 回去問媽媽 喂媽媽 我不知道怎麼做 爸爸怎麼搞 林行之前還說Action 總之變成了彼片 先說一說 接下來的部分 我就會說 由伊邪娜奇 伊邪娜美 所誕生的 所謂三季子 就是三位 過去也是舉足輕重 也是 尋找到電話 出現得更多 過娜奇娜美 的三位神 就是三季子 待會回來的部分 就繼續 放心 待會的部分 我相信他會這麼歡樂 現在休息一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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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